熟悉的皮衣外套 换成红白相间的球衣 93号的背号写着黄仁勋 AI教部受邀担任 为拳龙跟忠信兄弟 大巨蛋比赛的开球嘉宾 神级加持 门票早已完售 黄仁勋在夜市接受采访 脱口说出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时隔两天宴请台湾供应链伙伴 黄仁勋接受访问又再提一次 再三强调台湾是重要国家 消息传到中国微博掀起议论 部分中国网友表达不满 愤怒指责黄仁勋再挑事 国家这个词听到中国网友 小粉红耳里就很刺耳 更多的中国网友 他还是回归这个理性 有人狂酸自家人 回答部分产品 想买都买不到还尽售 有没有可能不是你去制裁黄仁勋 反而是被对方制裁 中国也知道了 其实黄仁勋还有回答 他们的技术面上面是世界顶尖的 是全世界包含很多 他底下这些供应商 需要他去带动整个AI产业的发展 尽管不满黄仁勋的言论 但中国现阶段依旧高度依赖 挥达的技术跟产品 实施制裁谈何容易 全球科技界地位举足轻重 黄仁勋不管说什么 中国小粉红只能无奈叹息 抵制真的不敢 三连新闻 柳仁勋室 玩NCG小组台北次报道